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個星期MISPLIT的節目 Give me 50 minutes 又是我Mark 終於回到宵夜之選系列了 配合大家平時都很忙 可能上班上學前 或者做完事回到家 其實都很想吃東西 這個主題基本上都是用一些半製成品 有一個很簡單的材料 就可以做一些好吃的菜式 上集是YELL 我用了DEVOL純橄欖油 做了蘋果木薰雞 未看就可以去右上角的連結看看 既然頭一轉 就回到大家之前熟悉的畫面和角度 今集是要用DEVOL的葡萄籽油 做香酥豬把配南瓜燉飯 材料就有南瓜醬 豬扒 蒜蓉 白飯 以及我們DEVOL的葡萄籽油 南瓜醬可以買現成罐頭的南瓜湯 又或者看之前南瓜漢堡那集自己做 步驟真的十分之簡單 首先先處理一塊豬扒 我們在雪櫃拿出來之後 就用廚房紙巾印乾 之後我們就在這個豬扒上戒井子 目的是令它容易入味和快點熟 之後就可以加鹽和黑椒稍微醃一醃 好了 下一部就是煎豬扒 這次我會凍鑊下油 原因是因為我想逼出這塊豬扒的油份 你們也看到有一大塊肥豬肉 大火煎到差不多 你們就會發現那裡有白煙 其實是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 鑊已經熱到大概300度 第二 油已經到達了煙點 所以我就在這個時候加些Defo的葡萄之油 第一 可以降低溫度 而且增加豬油的煙點 第二 葡萄之油就不會影響到豬肉的味道 第三 加油下去煎就可以做到一個半煎炸的效果 令到豬扒的表面更加香口 最後就是令到有足夠的油量 可以做一個軟油的動作 而令到兩邊的受熱平均 原因就說了一大堆 觀眾聽到這裡可能還未知道什麼是葡萄之油 不如就讓我再多說一些給你們知道 小教室時間 葡萄籽最早是生產葡萄酒所剩餘的一些副產物 當時的人就沒有留意到它 但去到現代 經過一些營養學家的分析 他們就覺得葡萄籽可能是整顆葡萄臉最健康的部分 因為葡萄籽裡面是有堅硬的外殼 可以阻隔到外界所產生的一些污染物 而且葡萄籽裡面還有一些很強大的 抗氧化原花青素 和OPC 其實他們抗氧化的能力大概是 維生素C和E的50倍 我們經過了一些現今的高科技 去摧取他們出來的葡萄籽油 除了其實可以拿來煮食之外 你們其實平時是一些美妝產品 更加是一些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 即是可能你們用頂的防曬雨 雨液 或者一些護髮油 其實都可能有它 因為它本身也是對人體的肌膚和瘦發 是有一些保護和修復的作用的 我們著重在食用油的角度 葡萄籽油含有很高的Omega-6脂肪酸 亦都是一些很高單位的亞油酸 亞油酸其實是人體一種的必需脂肪酸 顧名思義即是人體是沒有辦法自己合成 又或者只能合成好消的脂肪酸 這些就一定是要透過食物裡面去摄取來獲得 如果我們人體在缺乏亞油酸的情況下 膽固醇其實就可能會發生一些代謝上的困難 雖然這一集我是拿來煎豬扒 不過我也是建議葡萄籽油是用低溫處理會比較好 就好像我之前做蛋黃醬也是用葡萄籽油 去令到它的營養價值可以保存 說了那麼多 大家都應該對葡萄籽油的認識加深了不少 鏡頭就回到豬扒裡 我們就煎到它兩邊都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用溫度計算 看看它的中心溫度 其實去到70度也可以 因為我們之後是會rest它的 大家預減的餘溫可以令到它升多5-10度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趁這一段時間 就快快點做南瓜飯 首先我們就拿一個鍋 鍋、下油、爆香蒜蓉和南瓜醬 之後就可以加水 直到它們完全溶化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放一些白飯去拌勻 我個人建議就是用隔夜飯 因為它會比較乾 但我這次就是用一些新鮮的白飯 所以你們會看到煮完出來的效果會比較濕 不過影響其實不大 最後我們用鹽胡椒調味就可以準備上碟 上碟之前我們就把豬扒切一片片 然後擺碟的時候 首先放飯 然後放豬扒 如果想口感和層次上有所昇華 就可以像我一樣 放花生碎和辣油在上面 這個錯色就 DONE 好了 喜歡這一集的話 就馬上like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有任何food and beverage的idea 想給個挑戰我們 就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還可以支持我們instagram 不單只可以收到新片的消息 而且還可以追蹤我們最新的飲食動態 不想錯過你就馬上follow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